開始我們先提醒觀眾朋友MWC 在今天要正式登場了 在全世界都在關注新科技趨勢的MWC 到底透露什麼樣的訊息 一連四天在巴塞容納MWC隆重的登場 這是全球科技業的三大漲 但是過去講工業4.0 物聯網 5G 大家都知道 這一次的亮點應該是在AI 我們也看到了台廠 我們供應很多 所以我們台廠的蓮花科 宏達電 宏基 人包 廣達都積極的參與 那其中因為今天所有相關的這些股票 電動車 手機 機器人 還好 真正最大的股市的亮點是在AI 那有人講說這是一個殺手級的應用 我們節目節目有沒有講過 AIPIN 那AIPIN的話用微投影的技術 它直接投射在用戶的手掌上 所以換句話說它沒有傳統的螢幕 它沒有 你的手掌是螢幕 把介面給投在你的手掌 然後你用語音 用手勢再來操控 這是一個新的 換句話就是說將來螢幕就是你的手掌 所以我們回來講 這次MWC除了 AIPIN之外 AI貫穿整個主軸 但AI也貫穿在所有的3C產品 這裡頭包括手機 電動車以及機器人 不是嗎 對 所以這個AIPIN的話 我們媒體講說台廠的IC設計奇雄 要搶攻這個商機 包括生家 育態 智偽 系統 滑信 異創 原相等等 但是真正 所以這些先反映的是 AIPIN 對 AIPIN 因為這個大家覺得比較新 那殺手級的應用 但實際因為3月開始要銷售 那大概賣了台幣要超過2萬 賣得好不好不知道 但是大家覺得說這是一個新的AI應用的產品 所以今天正規均也漲了 連這些投機的股票都漲了 我們來看到 包括 AIPIN的相關甘理股 像英記上全在今天公道的漲停辦 跟光通訊有關的是跡象光以及波若微 但回到一般民眾一般消費者 比較會用到的就是手機和電動車 我們先來講手機好不好 現在的話這個手機沒有講AI 真的不能拿出來秀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 三星的Galaxy的S24是Altra 上次我聽小顏推薦你 就去買了一支 而且是隔天立馬就去買了 那他很多AI的功能 我們節目都介紹過了 我要講一個比較特別的 你有沒有啊 古早古早的照片 也許是你的阿公 你的爸爸那時代 黑白嘛 留下來照片 24有多厲害 把黑白用AI回到了 變成了什麼 彩色 我覺得這個功能可以很大的 讓大家從懷舊當中 找到轉新的方向 另外一個谷歌的Piso 8 我等一下問一下 他變成彩色 山啊水啊 我可以理解 我們都大概知道什麼顏色 但是我阿公穿的衣服顏色 他怎麼知道是什麼顏色 黑白照片怎麼能夠顯示 他如何真實還原 對 真實還原 也許還要看 實際上個案 就每一張照片也許不一樣 但是他會用他的深度學習 他去還原 是不是完全的符合 真實不一定 不一定 來Google這支也是AI手機 對 而且他是用蓮花科的處理器 這個是早在去年10月就發表 他這個Piso 8 Pro 他把AI的模型融入了進去 所以谷歌就告訴你這支手機說 你完全相信我的AI的軟體 我就幫你全部處理好錄音 我們有時候錄音錄了一大堆以後 你要那個重點是什麼 不知道啊 還要聽聽聽 比如那個錄音10分鐘 你從頭聽到尾 很煩 他這支手機AI 重點123 條列式 對 這個就是AI 有的時候會場 演講會場或會議現場 我們做了錄音之後 如果透過AI手機 他會幫你調列式的整理重點 對 然後這個榮耀的這個 Magic 6 Pro 他是這樣 他可以預測你用戶的意圖 什麼意思呢 比如我通訊錄 然後通訊錄我下指令 我要找到這個柱子 比如內湖的3D電視台 他就知道 他就立刻練習那個叫車的軟體 就知道你要搭車 可能要叫車 要到那個地方 所以讓你很多的省事 你少掉很多步驟 所以他會根據你的用戶的習慣 來預測你找到這個資訊 我問Costco 他可能馬上給我最近Costco的付销商品 對對對 這個就是AI 那小米的14A 小米14A 我記得這一支手機 我們節目也介紹過 小妍也講過 跟萊卡的合作 合作了以後 現在手機 這麼簡單的手機的鏡頭 變成了AI的攝影棚 攝影棚咧 你看我們一個攝影棚 要用多少攝影機的那個裝置 那個成本很高 他用一個手機 換句話說 用這個小米的14A 可以拍電影了 可以拍電影了 到達這個境界 AI可以演化的拍電影了 那除了AI手機之外 我想今年的重頭戲是在折疊機 折疊機當然不是今年才有的新發明 但是今年應該是百家證明 對 下一個戰場 AI手機的戰場 就在折疊機 你看有可能MWC的話 他把華為的折疊機 TOKIN的S2要發表 他用最新的折疊的螢幕是1.5K 很清楚 很清楚 然後也導入了這個華為的AI 還有Rubia 這個也是首款的折疊機 然後提供了智慧型手機 就是連華客跟高通 處理器就是兩個 那這次華哥也參加了MWC 人家都還在講5G 他已經講6G 他把6G的技術拿出來 再過來的話 天機9300 這個大家比較知道 就是邊緣AI 深層式AI 還有他可能是業界第一個 他在離線 就不用上網 離線的狀態之下 深層式AI的影片 他也出來 這有點像OpenAI的Sola 他也是第一個推出這種情況 所以可以觀察 今年手機的趨勢 第一個是AI的應用 那麼特別是 蘋果在AI這個領域 似乎相對落後 所以有沒有可能在今年是 蘋果和飛瓶陣營 拉開差距的分水嶺 這是第一個要觀察的重點 那第二重點我們就來看MWC 電動車當然也是主角 對這幾年的話 MWC有人想說像車展一樣 那你來看一下這個小米 尤其大部分的電動車 這一次的亮點都集中在 大陸的電動車 第一個小米的SU7 這個是跟高通合作的 並且已經開放在歐洲 這個一個預購 然後跟小米這個對打的 第一個華為 華為跟廣企 然後傳奇的合作 大概一台賣差不多30萬的人民幣 這個智慧車一進去以後 馬上就可以連到華為的手機平板手錶 換句話說你進來這個傳奇M8的話 這一台車就是智慧座艙 智慧車馬上所有華為的行動裝置 你都可以使用 再過來的話 它有智慧的拍車的系統 很高難度的車位 你也可以安全的把它停好 說一個 再過來 我覺得這可能是媒體最關注的 我看到刷那個抖音 都刷到這個比亞迪的仰望U9 純電超跑 你光看這個外型 看起來就是那個電動超跑 這輛車真的非常炫 對 電動的超跑 0到100不到2秒 然後最高的時速可以達到300公里 另外一個 這個比亞迪最厲害的刀片電池 U9也使用 但是不便宜 這台要 168萬人民幣 大陸的車賣到168萬人民幣 賣到這樣一個價位 好 這是在電動車 那麼另外大家在看的另外一個區塊 也是跟AI息息相關的是機器人 對 機器人 然後這一次機器人的話 我們來講兩款 我覺得這一款蠻特別 Fuger AI Fuger AI的話 就是說它那個機器人 不管是在外型或者動作 跟我們人類幾乎是一模一樣 那這一家的話 最原始是OpenAI跟微軟去投資的 估值現在有20億美金 現在一投那國你看 輝達 亞馬遜 印第亞 三星 甚至尼古神的伍德 都要投這家 都要投這家 表示他很厲害 那這一家的話 甚至已經跟BMW合作了 那個 這個汽車的生產 有時候有一些危險的工作的話 交給機器人 對 交給Fuger AI 還有很厲害 你不可以剛才做操當的 要泡咖啡 對 輕巧靈巧的 他只用10個學習 10個小時 10個小時 教這個人型機器人 怎麼樣泡咖啡 他學會了 那MWC有沒有擎天柱 有啊 擎天柱會去嗎 對 這個每一次都一定來 所以這個特斯拉的擎天柱 那機器人的話 他現在走路更輕巧更順 然後他還會做一些深蹲的動作 這些動作都會做 所以這次機器人的話 應該也是MWC的重點 來 子昂是資深產業專家 是不是幫我們第一手來觀察一下 通常全世界都在看MWC 那我們怎麼在裡頭找到投資密碼呢 當然首先看他這一次 兩大看點 第一個一定是手機 因為MWC大部分 那個手機大廠都會展示最新款的 那當然這裡頭 有沒有哪些台灣廠商 是供入了他們的供應鏈 第二個當然是電動車 剛剛蔡總也講了 MWC幾乎變成是一個車展 那在這電動車的供應鏈裡面 有沒有哪一家台商打進了這些電動車 就他本來可能沒有在這個供應鏈裡頭 突然打進去的就是投資密碼 那這裡頭大家最關注的當然是折疊機 因為折疊機台商 就是那個軸承 已經有三家打進去了 所以這個新的供應鏈 是大家比較關注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宣故怎麼看 剛剛有特別談到 今天先反映的是AI PIN 對 今天大概兩個焦點 MWC 第一個就是AI PIN 那AI PIN的話 其實最難做的最關鍵的兩個部分 一個是3D的感測 因為你投在這個螢幕 你這個距離要去計算 還有MEMS 就微基電的這個技術 這兩個 那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我列級 因為今天很多股票都漲停 但真正它的業績有出來的 就是說還沒有AI PIN以前 它的業績已經不出了 像原相的話 1月的營收 YOY是成長了100% 所以你看它的K線 還沒有AI PIN 它就這麼厲害 我們看它的K線 它還是慢慢慢慢的 這個打底 這個長達好幾個月 這個底部是漂亮 有EPS 那當然今天缺點還是要調一下爆量 爆出太大的量 因為今天媒體把它放在頭版頭條 所以很多人衝過來 衝給漲停爆量 所以我建議原相 不斷的行情是有的 但是明天不追 未來的一兩天 拉回量縮的時候再來考慮 那另外一個包括了這個生價 這裡面業績比較好是它 它原業營收YOY成長了110% 這兩個都一倍 但是華信的話 它有一個優點 就AI PIN的股票裡面 它價格最低 最便宜 70幾塊 業績沒有那麼好 但是70幾塊 它會 機器低 另外一個就是花哥 聯發科 台場的MWC的概念股 這支最重要 巨指標 它上個禮拜五大漲 結果今天它開低 開低了以後 它在洗盤 為什麼 花哥公佈了去年下半年的股率 它現在半年配一次 30.4 那上半年已經除息了 前年度在55塊 所以花哥的話 它的高股息指利率的題材 現在外資一定買單 為什麼 今年一定會降息 你降息了以後 我們觀眾現在 你現在去跟銀行 你要存 去年有 一美元存款 一年5% 你可以存得到 現在沒有 但是它等於就是5%的概念股 是 所以應該外資今天 因為急漲 今天開低洗盤 穩住了 所以花哥還是這個盤面 最重要的指標 請大家下集見 到 下集見 下集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